PS零基础入门课程第34课 变换工具的选项栏 我们首先选中一个图层 然后用客气线的方式 来启用这个变换工具 打开这个变换工具 我们在选项栏可以看到 首先的印象是包含了很多的数字 是一个一个的文本框 然后里面有数字 这个在平时我们常规的使用当中 这个选项栏使用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因为咱们看到它有很多数字 有很多文框 所以在我们需要精确的去定位 精确的去变换的时候 这个选项栏就可以去用得到 因为它可以输入数值 可以用数值去精确的去控制 但是上面一刷数字 因为没有看字说明 所以对出学者来说不大容易去看得懂 所以今天咱们专门的一节课 来大概的了解一下 里面也有一些需要我们出学者去忽略的 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方法 就是有选择性的去忽略一些 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这个功能我们暂时用不到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性的去先忽略它 先不必去学习它 也不用去关注它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选项栏 先从最左边 这个是一个图标 说明它是你现在正在使用这个变换的工具 我们放大一下 左边这个小图标 代表是你正在使用这个变换的工具 这一个一个小四方块 小四方块 中间的是实性的 这个小方块虽然很小 它弹出了一个参考点位置 你鼠标放上你会出现一个提示 参考点的位置 它的作用就是设置参考点 这个图标如果不放大的话就特别小 如果放大的呢 它就会稍微大一点 中心的默认它的那个实性的点在中心 你发现有数学点击的时候呢 这个点是可以去变换的 四处的点和中心的点都可以点击 你点击了以后呢 这个图像上的这个空件的 上面的这个小点呢 也会跟着会变化 比如咱们点击左边 它那个参考点呢 就会跑到最左边去 点击中间 它又会出现在中间 那么点击右边呢 就会出现在右边 点击右上角 它会出现在右上角 咱们看一下放大看一下 这个参考点 就跟这个控制的这个点的重合了 出现在这里 默认的是中间 参考点呢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或者是各种移动的操作的时候呢 它会围绕着 有的时候会围绕着 以参考点为基准 来去做各种各样的变换 将来咱们在具体讲解的时候呢 会专门去讲解 再接着有一个X X就是这个参考点 离左边坐标零点的那个距离 就是这个参考点 现在参考点是设在中间了 说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参考点 它离图像的最左边零点位置 这个图像的咱们之前也讲解过 这个图像的坐标位置 左上角是零点 就是零零 XY都是零零 这个中心点 这个参考点离左边的位置 上面的很精确 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两位 咱们用参考线来去大概的笔划一下 参考线拖到这个中心 这个参考点的位置上呢 显示的是977像素 这个文准框里面是976 因为它很精确嘛 因为参考线一量 就说明它是977 这个图像的最左边缘呢 就是零 就说明这个变换空间的 这个中心的参考点 离这个图像的左边缘 或者是上边缘的距离 还有一个再接着 W 这个是比例 这就是这个图层 就是这个图层 它现在选中的是这个图层 变换的呢 也是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的现在的比例是100% 就是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和高度呢 是按照百分比来显示 它现在呢 就是没有被变换 也没有变形 也没有被拉伸 比如说现在被拉伸了 那么它这个W就会变化 变成92.5% 就是它没有被变化的时候 默认的就是100% 高也一样 也是100% 它没有说明它没有变化 如果有变化 它就不是100% 比如说我们拉长 它就是167.59% 就是它不变化的情况下 就是100% 就是宽和高 宽和高都是100% 宽和高中间呢 还有一个小符号 一个小链条一样的 链条一样的 它提示呢是保持长宽比 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不选中 就是这个高和宽量是自由的 谁也不约束谁 那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呢 你发现它可以高可以低 就是随便就可以变化 如果你把它约束了 你再去变化 去缩放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是按比例的 就是它起到一个 锁定它的成分比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再往后面 是两个角度 一个是旋转的角度 旋转角度可以直接填 也可以直接在变化这里 直接来旋转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角度 再往后一个H一个V 这两个 这两个是斜切的 斜切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输入10度 它会变斜 这是水平方向的斜切 还有垂直方向的 就是我们也输入10度 它会有一个斜切 将来咱们会聚集的讲到 这个聚集的操作 这个是表示斜切的角度 再往后 这是一个插值 插值呢作为出席者来说 我们可以先忽略这个 就是直接使用默认的 咱们也不需要去选择哪一个 不需要去选择了 它默认就是两次立方 咱们插值 就是直接两次立方就行了 大概再说一下 比如说你去改变一个图像的 大小的去变化的时候 它的很多图像的 那个像素的排列啊什么的 都需要有变化 位置啊 或者颜色都会有变化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重新去采样 或者是用插值的方式 去弥补一下 以最少程度的去减少 你的各种变化所带来的 那种各种各样的图像的损失 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图像 能够保持更好的品质 所以它给你设定了几个 差值的这种选项 这个呢 咱们初学生来说默认就可以了 再往后一个小图标 就是自由变化和变形模式切换 我们在上节课中讲解到这个 变化的这种菜单 这个一组里面 有缩放旋转斜切扭曲图示 还有一个变形 我们说变形呢 是一个例外的 它并不包含在这个自由变化的功能里头 所以这里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选项中呢 也有一次把这种区别的给体现出来了 就是在自由变化和变形之间切换 这个呢 我们在后续会详细的去讲解 再往后一个小圈 里面画一个斜杠 这个是取消变换 比如说你现在 现在变换了 那么我 想取消这种变换 不想使用这种变换了 那可以直接点击 那就取消了 如果你变化了以后 我对这种变化很满意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对号 对话呢就是说 确定这种变化 可以满意了 确定这种变化 那么它就应用了 把这种变化呢 直接应用到这个图层上了 当然这种确定呢 还有其他的方式 因为键盘看起键 确认回车键也可以 或者是在这个直接双击一下 变化了以后 就说现在变化了一下 然后直接在这个 空件的变化空件的里面 双击也可以直接应用 就是把这个效果呢 直接应用到这个图层上 这节课呢就是讲解了这个 图像变化 这个选项栏 对应了这个选项栏 对应了这个控制面板 大概的认识它一下 我们在今后需要精确的去变化 或者定位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选项栏的这种 数值的输入 或者是数值的这种变化 当然我们平时简单的去 常规的这种变化呢 可能用到这种栏的机会呢 比较少 但是呢我们依然去需要有一个 印象知道它有 以便我们将来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在那里 就是先知道它有这个功能 将会将来更加深入的学习呢 做一个铺垫 做一个基础 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解到这 咱们下节课再见 2 3 4 6 5 6 6 7 感谢观看